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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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現在來到嘉義的一間釣蝦場 這家釣蝦場是藍海釣蝦場 是說昨天晚上我本來就有來這裡 可是啊 我昨天來的時候 它這邊竟然客滿耶 所以這次嘉義行 我一定要釣到它 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進去開單做釣 看看這家釣蝦場到底是如何吧 OK啦各位 我釣組已經準備好了啦 今天我的釣組是玩短標天秤釣組啦 至於釣人 今天是用Toto三代 好不好 只不過剛剛店家跟我說齁 他們今天剛好晚上要辦比賽了 所以我們今天做釣的時間 只能釣到三點 那就是差不多一個小時而已了 那等一下我們兩碗水深 就去開單做釣囉 就去開單做釣囉 我想開單 好 250 好的 謝謝 謝謝你 各位 我已經開好一個小時的單了啦 這邊一個小時要250元喔 我們開始做釣吧 現在在嘉義這邊溫度是31度 現在光坐在這邊 它這個辦室內的空間啊 我就開始 犯下台 犯下 圓標有信號囉 哎呦这是什么虾子 很会跳很会跳 哇靠各位 我们第一只虾子是 哦我们浮标急速下沉了哎呦 哦很会跳呢哎呦喂啊 天呐这个手手挺恐怖 各位浮标好像有讯号咯 有 来吧孩子 哇 真的是要求的 今天这家钓虾场的体型还不错 而且他这只还是正吃豆尔三代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哦 好了谢谢 哎好了各位刚刚店家有跟我说他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那我們就準備收單 算蝦量吧 好各位 那我們來算一下 今天釣了一個小時 250元的 空蝦池 有幾隻蝦吧 是說我剛開始以為 第一隻蝦子是蝦母 可是剛剛他們跟我說 他這邊都只有放公蝦耶 這怎麼回事啊 那我們來算一下 今天釣一個小時的幾隻蝦吧 1 5 有5隻蝦啦 我們來量一下重量啦 13兩 1個小時的5隻蝦 13兩 我覺得 這樣很可以了耶 很可以了 那等一下我們把這些蝦子 拿去料理掉吧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蝦子體型 我換個寶特瓶在中間 這樣你們大概知道 今天體型有多大了嗎 我們來處理掉這些 窮凶二級的大空蝦吧 好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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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3 好啦 各位 現在我周圍並沒有任何一個人啦 現場所有人都會釣蝦池那邊辦比賽的 然後剛剛有觀眾請了我一道金黃色焗烤 至於我剛剛釣到的蝦子還在烤爐那邊烤了 因為它這邊火爐的關係 我覺得我們的蝦子可能要用的有點久了 那我們就先吃焗烤蝦 吃起來 它這裡面不只是有焗烤 它竟然裡面是用奶菊的方式去焗烤的耶 所以吃起來有一種額外甜甜的香味 好棒喔 你們看一下 奶菊蝦欸 寶寶 兩個鬼 又多情 妳敢tr essentials 我天啊 這實在是太讓我驚豔了 妳有沒有 但是說他這次用的蝦子是比較小隻的母蝦 奇怪這不是公蝦子嗎 怎麼會有母蝦啊 但是比起公蝦 我覺得母蝦的肉才是最好吃的 等等好像我烤蝦烤了有點久了 我去看一下狀況了 OK啦各位 我們的烤蝦也剛好出爐了 既然要吃烤蝦 怎麼可以少了我們的哇沙里醬油呢 剛剛要燒著我已經有先去準備好這個東西了 吃海鮮這個絕對不能燒了 就是要這麼濃郁啊這樣才好吃啊 看這個蝦頭裡面多麼的肥厚啊 哇這味道這是讓人罪惡啊 再吃一下 芥末烤蝦 再吃一下焗烤蝦 誒說真的今天吃到這個焗烤蝦之後啊 我真的覺得這個烤蝦好像 不然就沒有這麼魅力了 很少吃了 吃完這一頓 真的都不會在這裏 一切用到這個焗烤蝦 不然就這裏 只是吃吃麵 好想要去吃的 就應該是嗎 那邊吃不吃了 就這樣吃了 不行啦 吃完這一頓 就這樣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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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我們沾少一點點的 哇沙米醬油 是說今天我們中午啊 我們去吃了一個還不錯的涼麵 只是沒有想到現在這個下午 下午茶時間 我們還可以吃到焗烤蝦 還有如此肥美的烤蝦 而且嘉義這邊的東西不只好吃又便宜 連這邊人情味也是非常溫暖的 他們用這個沾了滿滿滿的芥末蝦 敬你們 那等一下我把這些蝦子吃完 我就回家了啦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那我們下個旅途見喔 掰掰 大家好我是偷刀 現在我們回到土豆的工作室喔 來喔大家打破一下喔 我們終於五萬訂閱了啦 好那在五萬訂閱的同時啊 我們來半個抽獎 我們抽出這個 蝦土豆鋼杯 而且它還是有帶蓋子喔 不管你是要泡茶喝酒還是幹什麼的 它都是非常的適合 那這個抽獎方式請在這部底下留言 吹蕾抽杯子 留言時間截止到 9月25號的23點59分 抽獎時間會在隔一天的 9月26號的正中午 那抽獎方式我會在直播使用這個系統 公開公平公正的方式 跟各位抽出得獎的幸運兒 各位不要忘記去參加抽獎囉 吹蕾 OK